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的这个蛇像 我们看这个网友,他应该是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一起看到的蛇像 首先看这个整体 整体上这个蛇像,你看 这儿偏薄,这儿偏厚,这儿又凹下去 这儿又起来,到这儿又凹下去 整体上呢,就是一个凹凸不平 其实这个我们说过蛇面上凹凸不平 有棱角的常常是干起鱼质 蛇面上呢,黄白胎 你看,又黄的又白的,这个胎呢,偏一点黄 另外呢,就是我们能明显的这个水湿 在这个蛇面上挂了一层水 这个呢,就是湿气重 症状上的表现呢,就是常常觉得头昏沉 没有精神,嘴巴呢,严腻不清爽 大腿根部的潮湿 甚至有的呢,南科呢,会不是很好 我们看蛇尖 蛇尖有一个小的偶险 不是很重,这一块 这个呢,常常提示心血不足 再加上旁边,你看,这两边 这些色素沉着的这些点 我们说过这是瘀血的点 平时呢,它有可能就是失眠啊 多梦啊,心急心慌啊 包括记忆力减退啊,等等 都会有 再有呢,舌头两边这个骨胀 啊,瘀血点是瘀血点 这个,我们说它凹凸不平的这一块 这就是一个气质血鱼 很明显,平时呢,肝胆也不好 两屑部呢,会经常的有疼痛 或者脏满不适 另外呢,中间呢,也有骨胀 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边间这一对的骨 这个呢,这一对的骨 我们说它这个舌头凹凸不平嘛 另外呢,中间还有一条狗 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肝气范胃的情况 肝气瘀结 这种呢,就叫肝气瘀结横腻范胃 像这一种肝气范胃呢 常常会影响到脾胃功能 导致这个皮不能生清胃 不能降着 从而出现了腹胀啊 反酸啊,头晕啊 口苦口臭啊 大便年级不爽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肠胃问题 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根部 根部中间这一块是凹陷的 两边偏高 这既说明啊,肾气不足 另外呢,这两边呢 像下胶这两块膏呢 也其实前列腺 或者说是这个下胶有淤积啊 有的这上面还有很多疙瘩 就是这样的 你像这个网友呢 基本就是这些情况 有肝与克皮 有肾气虚 有湿气重 也有淤血 情况呢 就比较复杂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复杂的 我们该从哪个地方来调理入手呢 我认为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根源呢 有一个很基础的呢 可能是肝气不通 所以我们就从肝气不通这一块来 肝气不通影响脾胃的运化 肝气不通影响器械的运行 肝气不通呢 造成这个气质血瘀 肝气不通呢 又影响到了肾 所以造成了一定的肾血 所以第一步呢 还是以调肝为药 你像这种呢 我常常就是以 伺你散为敌方 同时呢 根据它的症状 随着增加一些药 包括一些这个去湿的呀 活血化瘀的呀 补肾的呀 等等吧 这个呢 就是我对这个蛇相的一点看法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感谢观众王医生的